4月28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游行 抗议香港政府修订具争议性的引渡条例 该修订草案容许香港引渡犯人到中国及台湾 民众担心草案落实后 中国将会大量申请引渡 忧虑中国的司法制度欠缺独立 更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被破坏 主办单位表示游行人数高达13万人 2018年3月有香港人在台湾涉嫌谋杀 但因为港台没有引渡条例 导致此案无法可依 香港政府以此为由提出修订引渡条例草案 但草案同时容许引渡嫌犯到中国 由于中国司法制度欠缺独立性 此举引起香港民众恐慌 担心一旦被引渡到中国无法获得公平审判 草案更让之前被中国秘密关押的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决定流亡台湾 由于草案同时容许引渡在香港的外国人 引起国际关注 4月26号 更有33名台湾宗教人士赴港计划参加游行 却在入境时遭到强制遣返 陆尔卉已经于27号向港府表示关切 香港政府至今尚未回应事件 本集完 有章架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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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